夏琳准备回法国的前夜,和陆涛来到新岁乌托邦怀念重弦,而米莱看到这一场景,居然晕倒了。 青春励志小说《奋斗》,作者石康正在播出。 在机场扣机室,华子推着行李车出了关,车上堆满了箱子,人都看不见了。 猪头迎了上去,从行李的后面一把抓住了华子。 我一猜就是你,当然了,行李罚晚了吗? 罚了,我一猜就罚了,当然了,东西怎么样啊,全是在摊上买的,我一猜你就是在摊上买的。 我在学校也学过艺术,跟你说,摊上的东西还地道。 哎,人找着了吗? 我呀,早就在海边做海鲜的搞烧烤的,是一小老头。 我才不信呢,师傅告诉你吧,我给你找一流的泰国大厨,往这儿看。 华子说着,忽然把猪头身后的一个泰国人一把拉了出来。 他们的泰国饭馆就这么开张了,装修的时候,华子倾尽全力,开业了也一样。 他好像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都花在了饭馆上,把带回来的泰国工艺品一件件的摆放着。 猪头经常就待在华子的边上,每当华子问猪头怎么样的时候,猪头总是一拍大腿说, 好。 事实上,无论华子怎么张罗,他都猛拍大腿,大叫着。 哎,要的就是这个。 杨小云现在每天最惦记的,就是和远在巴黎的夏林打长途。 作为一个新入围的女光棍,她不是很适应,很想和什么人交流一下。 杨小云对着电话,语气非常夸张。 无可挽回,完全无可挽回。 夏林在电话里问他,怎么着,一点都不伤心。 只有,一点点伤心。 嗯,那我就放心了,幸亏你啊,没心没肺。 我才不是呢,现在啊,我可是半个女强人了。 好吧,我同意,不行了,我要去图书馆。 杨小云听到电话里,传出夏林动作的声音,她慌忙剧致。 哎,哎,哎,夏林别啊,再说会儿嘛。 哎,那,那你今天都干什么去了? 我呀,我出去消费了,我在国贸的专卖店,我这样一下午。 你买什么了? 看着,觉得好的,全是名牌。 最后,我什么都没买,倒是在超市,我买了两个大包吃的。 万恶的食品。 哎,那么些衣服,你就没见到合适的。 怎么可能? 就我这身段外加文化品味,越贵越合适。 那你就花钱让你自己享受一下嘛。 不行,太贵了,贵得讨厌。 哎,杨小云啊,那以后争取多挣点。 这还用你说啊,干你啊,我的理想就是,以后啊,扩的买名牌,回家当妈不使。 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两个人一直聊,直到电话传出了提醒通话时间玩的声音,杨小云就怕这声音。 哎,夏琳,你的电话卡真的才一分钟一毛五啊。 啊,我这儿还有好几张更便宜的卡呢,就是通话的质量太差了,不过我可以给男的打电话的时候使。 哎,夏琳,你再陪我说一个小时吧。 尽管杨小云的话很快,但电话卡忽然停了。 杨小云叹了口气,放下电话,睡觉。 只有在梦中,太太能摆脱无边无际的寂寞。 同一时间,在乌托邦向南的房间,向南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背包出游。 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网上背包足的团队,休息日和一些新朋友奋力去爬北京近郊的那些小山,一副寂情山水的样子。 正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了。 向南开开门,看见华子提着一包仓盒,走了进来。 向南梦了一下。 啊,华子是你啊。 向南,开业的时候叫你也不去,陆涛都去了。 我给你带点菜,这是我们的咖啡牛肉,这是生贯大虾,这是香叶肉沫。 这是我还你钱,多加笔钱,算哥们谢你了。 我们的泰国大生意不错,准备开连锁,这张金卡给你啊,什么时候也带小云去逛逛。 华子依然一如既往,就跟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唉,本体养晓云了,都过去了。 两个人相互看看,华子手一挥。 行,那我走吧。 华子刚走出门几步,呼听得身后有脚步声。 他一回头,只见向南鬼鬼祟祟的跟了出来,脸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华子站住脚,笑眯眯的看着向南。 向南凑过来问华子。 那你跟杨晓云怎么了,没怎么。 向南看着华子,发现华子也正盯着自己。 他鼓足了勇气,结结巴巴的说。 那杨晓云说你呢? 你再问问他这,明,明吧? 要不然你抽我一下,得? 我才懒得抽你呢。 华子,那天我了,对不起啊,打住吧你,什么都甭说了。 我这不是觉得心里羞愧吗? 得得得得得,你这么真诚把咱哥们儿可受不了啊。 向南还想说什么,华子抑制他。 行,那你什么时候变得啰啰啰嗦的,跟美女的学的啊。 哎,行,那我说这有一万费,行不行啊? 甭废话,不习惯啊,还不如你管我借点钱呢? 行,咱也等着,我过几天我这给你借钱。 这还差不多,以后啊,你甭把男女关于那套拿到哥们儿这儿了。 行,那我以后试试,管女的借钱, 向他们借不借。 行啊,向南你有出现啊,跟他们借,借去啊,借完了不许还啊。 这是什么,过去借五千,他们得崩溃。 得了吧,女的一分钱都会借给你。 就是,我知道,还是友谊好。 向南说着给了华子一脚,华子笑了,哎,早知道你这人心里这么阴啊,我早就应该给你来点绿帽子,治着你的毛病。 华子和猪头一起开的泰国饭馆挣钱了,这一天打烊之后,猪头,华子和露露三个人决定好好地庆祝一下。 猪头拍了拍华子的肩。 华子,咱们奋斗这么多年,终于成功了,真没想到泰国菜一个月能挣这么多啊。 对,找准地方,咱们再开这几家,明年就成大富翁。 我觉得我真没白叫你这朋友,那还用说啊,咱俩一拦手,那北京那就是平堂。 哎,爸爸,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咸鱼盘身呢? 咸鱼就是被你鱼啊,对吧,都被咽咸了,还是坚韧不拔地重新站起来,变成小巨人了。 好了,实不相反,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有出现,你肯定能干成大事。 我也实不相反,当时我就觉得,没有你,我一个人战斗就没戏。 什么投资公司,顶着雷借着钱,蒙谁啊你? 这你也知道啊,当然了。 哎,不过猪头,我记得咱们几年前做救赎生意失败的时候,你对我说的话,我憋着劲呢, 就知道早晚咱能奋斗成功。 是啊,咱涉足多少行业啊,汽车快餐出版,经历多少失败啊, 现在彩虹终于出现了,太过赛,我太喜欢了。 咱们这第一种剑,怎么着也得年底才绝完,咱稳住了,后边的路就宽了。 那个,华子,你不会离开我吧? 哪能啊,咱俩黄金搭档啊。 哪是,那,趁着今天那高兴劲,我再宣布一好消息啊。 行,那个服务员,再给来盛啤酒。 服务员过来,拿了一瓶酒,华子连忙给打开,每个人倒上了一杯。 我怕我听得太激动受不了,倒酒,咱连庆祝带鸭镜。 猪头,说吧,什么好消息,我准备好了。 猪头沉浑了一下,他突然说道, 那个,我,我,我呀,我和露露要结婚了。 华子一下子愣住了,华子望向露露,露露的表情小心翼翼的,陪着笑脸,一副怕伤害她的样子。 华子站起来,绕着桌子走了一圈,他突然伸手把桌子给掀了。 周围的人发出了叫声,一直往这边看,还有人围了过来。 华子浑身发抖,他气得胡说八道。 你,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服务员过来,猪头一指服务员,那去。 华子,这话不是跟你说的,那你跟我说什么呀? 华子,你先坐下,咱哥们,我不是怕伤害你,我才不会被伤害呢。 我就是想不通啊,你不是叫猪头吗你,你怎么吃就窝边草啊,就兔子才吃窝边草呢。 华子,你不会失去理智了,你跟露露结婚才失去理智呢。 华子,这事儿不能再瞒着你的,今儿露露也在,咱一块儿也说清楚啊。 得了,这事儿你们俩说清楚就行了,跟我说什么呀,我走了。 猪头一把抓住了华子,他用酒瓶子往自己的脑袋上一砸,酒瓶子碎了。 猪头刚要说话,华子一指他。 打住,绝交。 说完,华子快步走了,猪头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露露,这事儿怎么办呢? 唉,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先别跟他说。 我不是怕他再想带你去泰国吗? 那你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 这在哪儿说得清啊,是吧? 那就等一阵吧,等华子平静下来了以后再说。 等,等他平静下来了,我自己都平静不下来,我等他。 我告诉你,露露,我是事业,友谊,爱情,我都想要。 猪头还真有决心,第二天他就带着露露,打着一杆小白旗,杀笨乌托邦。 华子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吃饭就打电话从外面叫,这可把猪头给急坏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猪头也是一倔脾气,他就在外厅里面住下来,一住就不走了,夜里就睡沙发。 这奇怪的阵仗把房客搞得是人心晃晃,不过时间长了,他们也跟猪头混熟了。 向华子投降的猪头,成了这儿的一井儿,猪头成天请大家吃泰国菜,自己就靠喝酒撑着,经常喝的烂醉。 露露在边上陪着,就连露露弟也来了,坐在边上发呆。 向南曾经路过那小白旗,展开一看,上头用红字写着,华子请原谅。 露露露,灵山也曾经好奇地问过米莱。 米莱姐,你说猪头和露露,他们是心碎了吗? 唉,我听说过,爆炒猪心,没听说过猪心碎的。 米莱一边说着,一边对楼上的露涛做了一个手势,露涛点了点头,去到华子的房间。 那个卢涛啊 走了吗 没走 把你存的酒都给喝完了吗 昨儿就喝完了 现在他自己买了两箱各种酒放哪儿了 各种酒 对 那你跟我报警怎么样 人家是真心情原谅 你这事怎么报警啊 那我说华子 可都七天了 华子倒在了床上 陆涛转了出去 片刻又走回来 他小心的建议着 要不你出去原谅他一趟 不 嘿 是 那个他今儿晚上说什么了 还是来来回回那几句 我们事业友谊爱情都想要 他这都要了 我怎么办呢 我哪知道啊 还有什么 说他知道什么叫心碎了 说这儿的名字起得好 说他也想住进来 不行啊我跟你说 那你说 把他啊 怎么办 我还是那句话 叫那俩骗子赶快滚蛋 行行行 那我睡醒啊 那我睡醒啊 明天我还得将头盖我那房子呢 别耽误你大事 好像动不动 鸡鸡鸡鸡的 吓死我 陆涛站起来走到了门边上 华子突然小声的说 我们再喝一杯 行 最后一杯啊 两个人坐了下来 一人又喝了一杯啤酒 陆涛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嗯 哥们儿就你走了啊 呃 那什么 你 你要看吧啊 他要走的 跟我说一声 我也想出去活动活动 陆涛走了出去 华子听到门外传来陆涛的声音 没走 他长叹了一声 再次倒到了床上 华子感到一夜之间 友谊 爱情 事业 在他的眼里都变得特别的虚幻 在新年家园 特别是到了夜里 杨小云觉得非常孤单 向南越来越少跟他联系 他觉得 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寡妇 电视里面 播着一个爱情场面 一脸面膜的杨小云 关上电视 从沙发上站起来 打开CD 里面放着一首悲伤的朱莉 杨小云边跟着唱 边在房间转了一圈 拉开衣柜 里面单搁出一排向南的衣服 这是他们之间 仅剩下的一点有联系的东西了 他挑了一件 拎着衣服架子走了出来 扔到了沙发上 杨小云走到了阳台上 显得孤零零的 忽然他拿出手机 一声气又给向南 发了条短信息 瘦儿屋子 发现你落在家里的一件衣服 要是路过 请拿走 正在房间里网聊的向南 看到短信 迅速回了一个好 他现在 已经有点嫌杨小云烦了 他在背包团队里 新认识了好几个单身姑娘 现在 他正跟一个 自己最想认识 但是没有见过面的美女聊天 打下的每一句话后头 都跟着一个 花了胡哨的小图标 杨小云看了看好 但他叹了口气 接着发道 我明天 扔到无头报 向南 发现 又是杨小云的短信 没回 他的注意力 已经被电脑上的 一个小包裹吸引住了 打开这个文件 一张长得健康 干净 还挺漂亮的 姑娘的脸 出现在他面前 姑娘叫 瑶瑶 这是向南喜欢的那一类型 他顿时心花怒放 马上写道 你平时喜欢玩什么呀 就是周末和网站上的朋友 一起去演营 我去了几次 一直没遇到你 我一直在忙 我下个周末参加活动 那我也去 第二天上午 陆涛醒来 他推开窗 看到天上 阴云密布 他打了个哈欠 然后去洗手间 洗脸 接着出了门 下楼来到乌托邦的大厅 不出所料 只见猪头和露露 分别睡在沙发 以及三把 并在一起的椅子上 姿势 非常的狼狈 猪头和露露 分别打着呼噜 一起一扶 听起来很好笑 地上是码得 乱乱的啤酒瓶 露露弟正在收拾着 露涛得绕着走 露涛打开冰箱 做了点早餐 这个时候 猪头突然醒了 早 早 没影响你们吧 没事 露露露天亮 醒醒醒 这早上几点了呀 什么早上啊 已经是中午了 中午了 露露 今天是星期五吧 星期六吧 星期五 露涛你说星期几 星期天 猪头摸着脑袋说 我们都过五度了 总是 忍不住寂寞 掉下的泪 在心碎乌托邦里 猪头和向南 聊得特别的开心 但是华子 却因为露露的事情 显得非常的郁闷 青春励志小说 奋动 作者徐康 演播 小曾 卢迪